觀眾朋友你好 民進黨政府一上任之後提了非常多的政策 的其中有一項即將是攸關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生死存亡的極大關鍵 民進黨政府林全在上任之後 決定要廢止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廢了專法之後 紅十字會總會的會長王清峰他說呢 這個就等於要解散紅十字會 如果沒有了專法 紅十字會 在中華民國解散之後 那麼各地各組織都可以自己去成立所謂的紅十字會 譬如說你可以成立一個什麼基督教紅十字會 佛教紅十字會 內湖紅十字會 廣慈紅十字會 或是仁愛紅十字會 你自己想成立 看著我還可以成立一個叫阿聰紅十字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會鬧所謂的國際大笑話 可是支持廢法的這些意見認為說 這幾年下來 紅十字會這個叫做弊端重重 這個也是行政院發言人的說法 包括說財務不透明 包括說組織疊床駕屋 甚至包括所有叫做萬年會長 甚至講個難聽 有所謂的政治酬庸的這個問題 因此包括行政院 包括立法院 不管是民進黨或是時代力量 他們一致認為說 這個應該叫做廢法 不廢會 他們還是肯定紅十字會的重要性跟必要性 可是不應該所謂的有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的這樣專法存在 因為有了法之後呢 他恐怕就等同於說立了一個所謂的太上皇條款 想募款 隨時就可以募款 有些人認為說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不受監督 所以財務不透明 我們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那如果說從清朝就已經成立所謂的紅十字會 那麼這個紅十字會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如果我們光探所謂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那至少也有七八十年的歷史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真的要終結掉紅十字會嗎 今天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的會長 王清風 王會長 您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一次也提案要廢紅十字會法的民進黨立法委員蔡宇宇 主持人大家好 律師王定寅 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為什麼要廢專法 新政府一上任 馬上祭出轉型正義第一刀 本週一晚間召開 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達成共識 將廢除紅十字專法 保留組織 回歸人民團體法規範 紅十字會長王清風批評 新政府上任就拿紅十字會開刀 違反國際規範 我們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單純 非常善良 為這些手無寸鐵的受苦受難的人 而存在的一個組織 可是今天的政府上任第一刀 砍下一個手無寸鐵的人道組織 提案的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 廢除專法是要讓紅十字會 在勸募的過程可以公開的受到監督 反而是件好事 而立法院國民黨團則是認為 紅十字會專法具歷史異議 而且其他191個國家也立專法或特別命令 因此反對廢除 我會遞完條款就是 因為它不受內政部人團法 甚至這個衛福部勸募條例的管制 那我們希望說它可以回歸常態 國民黨今天有提出自己的版本出來 希望修法讓紅十字會可以朝修法的方向去進行 廢法或許會影響到它每一年 在國際救援上的既定的任務 不過由於首次的朝野協商 藍綠意見南緣北撤 甚至發生大炒 協商破局 徐永明表示 未來紅十字會法的存廢 可能要等到7月15日修會前才能安排表決 蔡委員為什麼要廢法 基本上我們去廢的是紅十字會的一個專法 我們並不是說廢紅十字會 為什麼我們會去強調說要去廢這個專法 因為畢竟台灣有很多慈善團體 每一個慈善團體都有它的一個背後的一個目的 而且他們背後也都做了很多的一個善事 但是所有的慈善團體中 就只有一個紅十字會 它是用一個帝王條款 也就是紅十字會法 這樣一個帝王條款的一個架構 那在它的架構中去定義叫紅十字會的資產是怎樣 它就把它定義有八種 第一個是基金 第二個是政府的補助 第三個是會費 第四個是宜政 然後有捐募 事業所得 以及動產 不動產 以及知息的一個收入 所以在紅十字會的一個法律中 他是賦予了他非常多的一個權力 已經大於說任何人民團體法 他透過一個公開的一個勸募條例中 可以去所經營的一個事項 那如果紅十字會 當然說我們並不否認說 紅十字會 他在這樣一個授權之下 他們有去做他們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們後來 我們每一次的檢驗中 發現中 他中間會產生弊端 而且這個弊端 任何人都無法去監督他 任何人 尤其是在於說 如果是在一般的人民團體法的話 內政部可以去監督 但是在紅十字會是沒有人是可以 是可以看出去 他的內容非常的不透明 尤其最過分的就是我們在 在溫川大地震的時候 看到了說這樣的一個捐款 紅十字會竟然是透過了 透過了馬英九 他的夫人周美清 把這樣的一個捐款 捐給了在四川的一家國小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已經不符合 不符合說當時候大家捐贈的一個目的 那在去年我們有看到說 在台南的紅十字會的一個分會 他們這個年終的一個尾牙 所送的一個禮物 既然是有貼的 就是有捐贈 是一個捐贈的 所以我們這樣去一再的檢驗說 奇怪 你的 你的受捐贈 但是你後來去使用的 似乎是沒有 上款的執行面 我們等一下會再好好談 可是我先請教您 其他國家如果紅會給的資料是正確的話 包括英國 美國跟很多很多國家 都是透過立專法 來讓他們國家有一個唯一的紅十字會的代表 為什麼中華民國要廢掉 那我去把所有這個世界紅十字總會 我去把它找出來 把它找出來 然後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有加入紅十字總會的 那我們一一的去把它查 一個去查 那到了台灣這邊 是沒有台灣的 在中華民國 你西開頭的 也是沒有中華民國 所以台灣是沒有在 國際紅十字總會的會員裡面 那這個例子就像是說 你一個 你一個建宗 建宗 那你穿著建宗的一個制服 不代表說你就是建宗的一個學生 你必須是你要經過的一個考試 你進入了這個學校裡面 你才是建宗的學生 並不是說你穿著建宗的制服 我就是建宗的學生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大的意義說 如果今天是說 那任何人都可以再去成立 第二個紅十字會 去成立了台灣紅十字會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沒有關係 就是說紅十字會 反正我們也加不了國際紅十字會 因為我們加入不進去 如果有任何人 他可以成立台灣紅十字會 經過他的努力讓台灣紅十字會 取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加入了國際紅十字總會的話 我們應該要給他鼓掌 你也樂見其成 對 我樂見其成 不過應該是用一個專法 把這樣一個紅十字會 這一個標章 就把它放在少數人的一個手上 這個是我們最不樂見 蔡文剛談了很多點 一個是包括說 其他的人民團體慈善團體 公民團體也都沒有專法 為什麼紅十字會 這個要有一個專法 是 那我們先就這一點回應好不好 因為他剛剛談了很多點 因為紅十字會 他的存在是從十九世紀 也就是一八六四年 各個國家開始設立紅十字會 那他的設立有他的歷史背景 有他的時代意義 也有當今他在國際紅十字會 體系的任務 那麼這個當初各國會成立紅十字會 那是基於一八六四年的日聯網公約 那麼這個日聯網公約 經過一九零六年一九二九一九零七年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四部公約 扣大這四部公約 那麼在這個當時成立紅十字會 各個國家成立紅十字會 就是根據他的宗旨 大家是中立的 在發生戰爭的場地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軍隊 我們都是很中立的公平的 去救助這些三兵 這些生病的三兵 那麼還有給戰狐應該有的 有尊嚴的代義 還有保護平民 所以紅十字會的設立 是因為有 是根據這段歷史來的 是 也就是說他是 國際的歷史脈絡 對 是根據這個國際人道法 OK 那這個國際人道法的核心 就是日聯網公約 那麼當今幾乎每個國家 都有設紅十字會 那麼在執行的任務 就包括這個 剛剛講到日聯網公約上面的要求 那麼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在一八六四年召開這個日聯網 在日聯網召開這個會議 外交會議的時候 就決定把這個 因為是尊敬這個瑞士政府 來召開這個會議 所以就把瑞士的國際 紅底白字變成白底紅字 那麼這個是做什麼用呢 就是說我這個標誌 是一個中立的一個組織 是用來保護在戰場上 或在武專衝突的時候 負責救援這些三兵的醫療人員 醫療車輛或是軍事醫療的建築 也就是說 他是具有一個保護作用的 所以今天在日聯網公約 他就規定說 這個這個紅十字這個名稱 還有這個標誌是專用的 所以說蔡委員剛剛講說 大家來設紅十字會 然後大家都可以使用這個名字 那是違反這個日聯網公約的 是違反日聯網公約的 蔡委員在最後一點也提到說 可是就算我們是符合日聯網公約 我們也進不去紅十字會的國際會員 我們沒有進去這個公約裡面 既然這樣 我們為什麼還要用專法 來保障國內的紅十字會 日聯網公約是你去執行 或者不執行的 你有沒有加入有沒有批准 要不要去執行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被承認 日聯網公約有沒有被承認的問題 我們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有簽署這個公約 但是沒有批准 可是委員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不是國際紅會的會員 是 我跟各位報告 事實上我們在一九一二年 我們如果配開這個什麼中國 臺灣 這種統獨意識來談這些 在一九一二年 我們就獲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就是ICRC的承認 是 那麼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 這個美國 英國 華國 義大利 還有亞洲的日本五個國家 成立了聯合會 是 那當時的名稱叫做聯盟 現在叫做Federation就是聯合會 那麼在當年我們就是會員國了 那麼一直到一九七一年 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 所以我們這個席位 就被中共取代了 雖然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跟國際ICRC 剛剛講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或是國際聯合會FRC 還有各國的紅十字會 根據這麼長的歷史 我們一直都是維持一個實質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國際上有什麼樣的災難 傳染病或是戰亂 我們能夠援助的都是 盡量去援助 什麼叫做實質的關係 我是說譬如說 日本地震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九二一 或者是這一次臺南地震 是 中華民國紅會跟日本跟國際的紅會 都可以直接往來 是 我跟您報告 我們零二零六當天 我們一大早就我所有的四肢就在對 從北洲南東就湧向臺南的那個圍貫 這個受災區 那麼同時我們就馬上去發放慰問金 給照醫院去 國際的紅會 都是透過中華民國紅會 來去做救援人道工作 幾乎是這樣 今天如果我們在臺灣有災難的話 那我因為我們是這個國際體系的一員 所以有任何的災難 他們如果要來援助臺灣 會經過臺灣紅十字會 那麼我們如果要到國外去做援助工作 一樣我們也會跟當地的紅十字會合作 或者是跟國際聯合會合作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維持實質的關係 像說我們平常有去援助這些受災的國家 或是戰亂的國家 或是受到傳染病摧殘的國家 那麼當我們有災難的時候 他一樣也援助我們 九二一八八啦 然後巴仙氣爆啦 然後呢這個這次零二零六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彼此是互惠的 黃律師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剛剛部長應該叫會長 然後他談了一點其實 第一個我們其實很清楚 中華民國或叫臺灣 在國際間的困難處境 對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聯合國 我們沒有辦法成為WHO的會員 所以這次WHA 我們是很臨時拿到邀請函 才勉強用觀察員的身份加入 所以在國際現實情形下 我們恐怕要有很多很多的妥協 就是像紅十字會一樣 儘管我們不是國際間的紅十字會會員 可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專法 我們有一個國家所認同立法 給予的這樣子的法定位接的紅十字會 因此所謂的中華民國紅會 跟國際紅會儘管不是會員 但是我們可以有很多的實際交流的情形 一旦廢法 這種臺灣的外交拓展空間 不就被消滅了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兩回事 廢法會不會等於國際空間被消滅 我覺得這個是不當連結 也就是說廢除法律之後 其實政府的政策很清楚 是說繼續留著紅十字會 只是在專法裡面有很多 其實某種程度形成公益團體間 紅十字會有特別的特權 這個特權其實我做了一個 簡單的法律的表格 紅十字會的專法 我舉例來講 我們全 我相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沒有一個團體 他可以連選得連任 永遠做下去 我們的人民團體法 已經講說只能連任一次理事長 但是只有紅會的這個會長 可以連任 永遠無限的當下去 這就被講說是帝王挑款 那另外一個特權呢 是在紅會法的第二十九條 他裡面講到 他的募款只要經過理事會同意 就可以對國內外募款 依照公益券募條例 第七條的規定 你公益團體要募款 你要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還要書面很多嚴格的要件 而且還有法律處罰 如果你違反了這樣的一個規定 依照同法第二十四條 對一般公益團體 是處四到二十萬的罰款 而且還可以連續處罰 唯獨紅會不用 所以他又形成這樣 這樣的一個特權 所以今天新政府的轉型正義的 要作為把紅費專法廢掉 其實某種程度 我認為說這種無限當下去的 這種總會長 全世界民主國家也找不到了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當然是要有所改革 另外一個是說 你為什麼跟其他的公益團體之間 形成一個特權的一個差別待遇 對其他公益團體而言 原來政府是不相信我們的 你看紅會都不需要去申請 也不需要接受監督 唯獨這個只有這個紅會可以這樣 那我們其他公益團體都需要 包括之前國民黨的行政院 以及很多國民黨立法委員 以及紅十字會都認為說 他們也承認紅十字會法有很多問題 因此他們提出移休不移廢 不管您剛剛談到所謂的萬年會長的問題 或者是募款所謂的有太上皇條款的問題 把它修好不就好了嗎 我覺得修法跟廢法這件事情 本來就可以討論 但是今天的問題在於說 好像紅會的論述把它導向說 你一旦廢除專法之後 紅十字會就消失了 就不見了 這件事情其實法律上有很大的一個 邏輯上的錯誤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在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號 廢除了郵政總局組織法 郵局還在不在 在 郵局還在嘛 所以其實這個專法的廢除 不代表這個法人的主體會消失 不代表這樣的一個法主體會消失 就這一點我再請教部長 部長我們來看看 到底紅十字會 跟一般社會公益團體有什麼差別 紅十字會有專屬的立法依據 一九五十年中華民國立了一個 紅十字會法 兩千年的時候有做一些修正 一般社會團體 譬如說慈濟或法古山 他們也可以做這些公益 可是他們是受的是人民團體 一般的法律 那這個是一九四二年曆 一二零一一年第七次修正 紅十字會是法人的這個位階 其他呢是人民團體的位階 那紅十字會有明定宗旨 要輔助政府辦理 所以他其實某一種程度 儘管已經要盡量排開 但是他有某一種程度是官方性質 他的理事呢 其實是官派的部分理事 就是戰時傷兵戰俘 平時平民的這些救援 社會團體就是公益為目的 我們來看看到底差別在哪裡 最主要是人事結構的部分 會長如果那個 那個黃黃會長 你要繼續幹下去 你其實如果人家讓你連任 你是可以幹一輩子的 所以沒有任期限制 那還有政府可以指派部分的理事跟監事 但是譬如說像慈濟或其他的社會團體 他理事監事要由會員代表來選舉 勸募的是最大的差別 也是外界最大的質疑 只要紅會的理事會通過 不一定要有重大災難 不一定要有戰爭 只要理事會通過 今天就可以去募款 而且是對國內跟國外 可是其他的單位 你譬如說什麼世界展望會 你要募款的話 你要是因為有特殊的事件 特殊的原因 向內政部去申請 然後要準備很多資料 內政部說OK了 你還有一定的期間 超過期間 你也不能募款 這樣才可以募款 所以這是最大的限制 監督的部分 外界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說你這樣是不是都不受監督 不過紅十字會在緊急募款之後 一樣也要受到公益券募條例的監督 你還是要財務透明 你還是要繳交這些整個報表 給政府部門 但是社會團體是募款前募款後 都要受監督 我再請教一下 部長剛剛黃律師談得很清楚 沒有要廢會 所以國際合作 國際交流 同樣的中國發生天災 日內瓦或其他國家發生天災 我們都還是可以去做人道救援 但是把紅會的位階 拉到一般的人民團體 受一般的法律監督 難道真的會解散紅會嗎 您剛剛提出來這一點 我們就看這個會法了 因為紅氏智慧是根據這個會法 大家所瞭目的 限量會的這個會法而成立的 那麼所以這個法不存在了 紅氏智慧 就沒有存在的依據了 而且特別是他第二條規定 中華民國紅氏智慧為法人 所以這個法不存在 紅氏智慧就不是法人 那不就是要辦理解散登記嗎 那當然現在又變成說是說 法可以不要 法不要 但是組織還存在 那這個組織呢 到底是現在這個紅氏智慧 這個組織 還是剛剛蔡委員提到的 紅氏智慧法會掉了 大家都可以來成立紅氏智慧嗎 不是有商標的問題 是不是 那是 所以現在所謂 組織可以存在 到底是哪一個組織 那麼剛剛蔡委員回應一下 就剛剛有提到說 可以設很多個紅氏智慧 這個跟紅氏智慧的 國際的紅氏智慧 運動的章程是違背的 而且規定一個國家只可以有一個紅氏智慧 我跟各位報告 你今天如果是說要去申請入會 你要簽署 你必須批准日日瓦公約 現在全球有一百九十六個國家都批准日日瓦公約 這個已經是全球的一個普世的價值了 那麼你另外一個條件就是 你這個紅氏智慧必須是唯一可以代表這個國家的紅氏智慧 也就是只能夠有一個紅氏智慧 也就是國際紅氏智慧運動的七大原則當中的一個統一的原則 一個國家只能夠有一個紅氏智慧 那麼設立專畫剛剛大家有質疑 好像我們變成特權 但是我剛剛講了 因為有他的歷史背景 時代的意義 所以呢我們這個會法 第一條就是說 紅氏智慧是依據政府所簽訂的 國際紅氏智慧公約 就是所謂的日內瓦公約 也就是國際人道化 然後依照呢 基於國際紅氏智慧會議所決議的各項原則 像我剛剛講的七項原則 那麼從事博外人道的工作 所以一開始第一條 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定 就表明了 我這個政府 我這個國家要尊重遵守日內瓦公約 而且遵守國際紅氏智慧運動的相關的規定 來從事這個人道的工作 所以他是非常具有宣示意義的 非常具有宣示意義的 那麼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依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 這個紅氏智慧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紅氏智 這個名稱還有他這個標誌 白底紅字 對也只有紅氏智慧可以使用 是經過政府認可的這個紅氏智慧才可以使用 那麼像日本他們不僅設立裝法 為了保護這個名稱跟這個標誌 他又另外立一個法 說這個這個名稱跟標誌 只有日本紅氏智慧可以使用 沒有經過日本紅氏智慧的同意 是不可以使用的 那你違法使用 還要處六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會立一個特別法 是有他特別的意義的 不是說紅氏智慧有特權 紅氏智慧是一個特殊的團體 所以您支持 而不是特權團體 修法也就是您同意就是說 勸募的部分也把它修成 跟所有的公益團體一樣 我現在來說明 你說人是會長無限期的 任期的限制就是說 大家所批評的萬年會長 老實說會長是無幾職 而且你如果全心投入的話 事實上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麼一樣我們不管是會長 或會長理事監事 是一樣是於會員代表大會來選舉出來的 不是政府指派的 部分 政府指派的是當然理事 不經過選舉的 其他的是有一部分社團理事 是推選出來 但是有十六名的理事 六名的監事 是於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 那麼勸募的部分 就是第二十九條 經過理事會可以募款 這個是法律有規定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法的第四條有規定 你紅石智慧的特別的任務 一般民間團體 是沒有說政府指派你 你要做這個 你要做那個的 而是基於你自己的意志 我說我要設一個團體 我要來做老人服務 我要做婦女的工作 我要去做兒童的保護 那麼因為他有特殊的任務 這個任務呢 有一個是基於日內網公約的規定 就是在戰爭發生的時候 那麼你要對於三兵提供救護 對於戰狐保護 戰狐平民 要提供救濟 這是日內網公約的規定 所以會長你同意把這些都修成 跟一般的社會團體一樣的規定 我現在來說好不好 就是說他紅石智慧 不是一個特權團體 而是一個特殊團體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管是他的歷史背景 他的時代意義 還有當今他所的任務 那麼也就是說在募款的這一塊 剛剛提到募款這一塊 那麼我要再特別提出來 現依照目前的法律 有指派七名的政府理事 然後有三名的政府監事 所以我們要募款的話 要經過理事會 也是等於經過政府的這些 相關的理事是同意的 不是說我今天要來募款 我就來募募這種事情 一定要合理 就是理事會要同意 對 理事會 理事會裡面就有政府的理事 這政府的代表就包括衛福部 包括內政部 包括外交部等等 會長 那你說移休不移費 到底是什麼要修 就是說你會長任期無限制 你就改為跟人民團體法一樣 連任只能一次 所以這個可以修 要無限期的做下去 那這個要修嗎 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建議是說 你分為 現在不正經了呢 天曉得什麼時候會發生 我不知道 可能周邊有戰事委 會牽連到臺灣 這個部分可以分 就是說緊急的時候 因為紅石智慧現在是完全靠募款 緊急的時候 你可以經過理事會募款 然後像衛福部報備 平時一定要申請 你一定要經過 依照公益券募條例來做的 OK 不是說我們要耍特權 沒有這回事 如果說在執行面出了問題 不管是等一下 我們會再談財務的部分 或者是組織面的部分 又或者是說可以所謂的理事會同意 就直接去募款的這個條文 又或者是所謂的萬年會長東西 就把它修好就好了 非廢不可嗎 沒有 我要去強調就是說 講了這麼多紅石智慧的歷史 我們只是要回到說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組織 我們希望他就是脫下他尊貴 又特殊的一個外衣 把他回到人民團體法 回到人民團體法 他一樣是叫做中華民國紅石智慧 他一樣可以去就有他的一個 他就有他的一個logo 他有他的一個商標權 他有他回到的一個人民團體 為什麼他要始終拒絕 人民團體應該要有的一個監督 你沒有辦法去說明說 為什麼我們就是要對紅石智慧 賦予他這麼大的一個權利 他只要理事會 理事會的通過 他就可以開始募款 而且他的每次的募款 還看不出說有什麼目的 我們小時候都在買 紅石智慧的一個郵票 如果紅石智慧這麼重視說 這麼重視說 我紅石智慧就是我個別擁有的 那我要問紅石智慧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發行郵票 你為什麼要叫做郵票 來讓小朋友誤以為 他購買的是有價證券 結果他買的東西不是有價證券 對如果這麼在意這個名稱的話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今天中華民國紅石智慧 還在世界紅石智慧 這個IFRC的一個組織裡面 那這個組織有定義說 你必須要有一個專法 這樣我們是可以考慮專法 但是因為中華民國紅石智慧 沒有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樣一個國際組織 我相信很多的民間團體 他們在做慈善的時候 他們也都很努力 他們也不斷地在國際上去打拼 然後去跟國際接軌 如果我們今天就賦予了 用一個專法 賦予紅石智慧 結果你又不在這個國際類組織裡面 每次世界發生災難的時候 除了紅石智慧有在付出 很多團體也有在付出 台灣發生災難的時候 別人在幫我們的 他們卻一開始 他們第一時間 他們不知道要捐給什麼團體 他們只知道 那我就捐給紅石智慧 結果紅石智慧又發生了像 這個等一下會再討論 921的贈災款 卻把它捐給了中國四川的一間小學 這樣的一個狀況層出不窮 所以我們認為說 紅石智慧需要徹底的被改進 而且這個改進需要更多外部力量 去進去去改變紅石智慧 這樣的一個組織 如果你要繼續的 讓他的這樣的一個理監事 就是這樣保守的去看待 這樣一個組織 我認為這樣一個組織 遲早會被大家一次又一次的唾棄 這個才是真正會讓紅石智慧解散的一個原因 我們現在談的 其實會有很多個層面會繳獲在一起 不過這其實都是環環相扣 剛剛談到組織跟國際脈絡 歷史脈絡等等的 可是恐怕之所以現在會有廢法 或者是說不需要紅石智慧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這幾年來 大家對紅石智慧有很多的質疑 儘管也許對紅匯來講 這些質疑是空穴來風 是污衊 可是我們來看看到底哪些質疑 我可不可以先回答一下 這個蔡委員提到的 紅石智慧是很 是特殊的團體 但是不是特權的團體 我們一點都不尊貴 因為我們都是為受苦受難的人而存在 當我們在救災救難的時候 大家可能看不到我們的辛苦 那麼我們沒有拒絕監督 因為法律就規定的很清楚 我們的這個主管機關內政部 衛福部 像說我們募款之後 一樣要向衛福部提出 我們募款結果的報告 我們每三個月要把進度 還有這個財務的報告報給衛福部 我們要這個接受衛福部的這個 公益券目的會計師的查核 你們財務會在網路上全部公開 對 然後 然後我們完全受監督 沒有不受監督的 天底下有這種主持嗎 不過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外界還有這麼多的質疑 等一下也可能要請會長好好的去 也許叫釐清或者是 我們做一些那個反駁這樣子 范立達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說 調查局的人員投訴 臺北市十六支會動用了留用 譬如說人關一百萬 你老五十萬 做什麼 留用 然後百分之二十當作金木人員的車馬費 或者是獎金 我這要求你把我拿去奔獎金 然後三十%以交際督導 名義來核銷 我是散款 結果可以拿來交際督導 學校義賣 剛剛那個委員有談到 但是我們要看到很多 說這個皮卡丘的油票 大家叫是油票 走出去後退回來 因為不能寄 因為那是紀念票 不是有票 可是紀念票所得也被瓜分 當時的會長陳長文說 在能有效防堵弊端之前 所以停止易賣 代售紀念票也停賣 蘋果日報在兩千零五年講說 八個人一年領走一千塊 佔洪惠人士費半數 那郝龍斌說一切合法 臺北市議員檢宜院說 洪惠把九二一的贈災款項用於穿證 救了我們要求台灣人 不是說中國人就不能救 但是說這個專款真用 結果拿去中國穿證 洪惠從民眾捐款中 收取行政費用十五%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這些質疑 BBC中文網在兩千一一年的時候說 日本三一一贈災呢 撥款呢 指說三月二十八號 洪惠以募得十五億 結果只撥一千萬美金十五億 然後撥一千萬美金 質疑洪惠扣款 洪十字會的回應是說 是先付一千萬美金 這是國際慣例 因為要看重建計畫 再分期撥款 立委管逼林呢 他質疑說 洪惠執行率有問題 兩千零四年南亞海嘯 募了八億 然後剩一億多 零八年川陣募十六億 剩六億 你花不了那麼多 幹嘛要募那麼多 可是那時候的副秘書長呢 他說川陣是分三到六年 不是一下子就要把它花完 花完反而是對不起人民的這個善款 自由時報說三一一贈災的募款 早已經九個月 結果有兩個地方的支會 還沒上繳款項 洪惠說分會支會總會是獨立的 所以沒有所謂的必然的重屬關係 可是呢 是經過檢舉才知道 有捐款扣下來 沒有上繳等等的 我們來再來看看 其他的這些質疑 審計部二零一二年說 日本三一一贈災募得了二十五點七億 那十六點九億沒有捐出 兩千零九年莫拉克風災募款三成沒有使用 李鴻元那時候是內政部長 他說分批交款是為了配合救災進度 不是執行延宕 處理善款的部分程序呢 或許確實有些瑕疵 一週刊也在談到說 洪惠財報顯示南亞海嘯川鎮八八風災 三一一贈災募了一百億 結果四十三億未撥付 王清風會長說 所有專款都是專用的 而四十三億都是依照合約進度撥付 不是一次全部都花出去 臺北分會的離職員工說 總會行政花費是十五趴 可是人家美國才九趴 王會長說行政費用佔捐款呢 譬如說三一一贈災呢 是只佔了零點四三 川鎮是佔了一趴多 南亞海嘯也是一趴多 都沒有超過兩趴 我們來看看 外界對於洪惠的這些質疑 特別是有人說 他是叫做中保私囊 有人說這個是財務黑箱 這樣的批評公允嗎 我們來看看 小英政府達成共識 準備揮刀廢紙的紅十字會專法 引發各界討論 事實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這幾年屢爆爭議 不管是組成人事 募款流向等 都備受質疑 包括日本311震災 台灣88風災的捐款延遲播出 南亞地震時 員工被報從募款抽擁 中國汶川地震時 被質疑用北市府 轉給紅十字的921專款 捐助給中國災民 律師黃帝穎就批評 紅十字會的募款 只需經理事會通過 可以不經過衛福部監督 不服人民期待 國家級的一個法定的一個 紅十字會 你對他的監理 卻是低於一般人民團體的監理 你讓他部分排除了 這個公益捐木條例的 這樣的一個立法 其實與現代民主法治國家 基本的原理原則並不相符 會長和李堅士的產生方式 也是紅十字會為人詬病的問題之一 有立委指出 政府指派當然李堅士 導致紅十字會充滿官方色彩 又沒限制會長及李堅士任期 萬年領導的情況一直存在 而日前總會提議 要把各個分支會合併 引起地方反彈 也重創紅十字會形象 有必要重新整頓 為什麼只有紅十字會有特別法 慈濟為什麼沒有特別法 佛光山為什麼沒有特別法 廢除紅十字會法 然後紅十字會回歸人民團體 跟所有的人民團體一樣 行政院發言人同政原則表示 會朝保留組織廢除專法的方向運作 所以會長你認為 剛剛我們列舉的這些外界質疑 是所謂的污蔑 你可不可以列出來讓我說 好 我們再從剛剛那些 我不敢說明都是污蔑 有一些都是誤會 一個很重要就是所謂的行政費用 人事費用 以及所謂的變成交際費用 我跟你講一九九一年是民國八十五年 就是八十年 就二十五年前的事情 那這個是那個時候 我是在忙廚祭 慰安婦 還有婦女兒童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呢 當時的陳常文秘書長 他有處理了 我 那麼已經隔這麼久了 二十幾年前就不要再談了 我們就談最近 也不可能再 零九年 也不會了 十五趴的佣金 不應該有行政費用 九二一用在行政費用 就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紅會將九二一的款項 用於川正 這個不對 因為川正那筆錢呢 是所謂九二一的錢 那是指台北市政府 把川正剩下的錢 捐給 交給紅石智慧 去執行問川的贈災計畫 那麼那個時候呢 就是指定原屆 四川的解北 成都的解北小學 那麼這個學校呢 已經都完成 落成了 那麼也向台北市政府提報告了 那至於這筆錢 台北市政府這筆錢 是從九二一的掙扎款結餘的 這個我們並不清楚 所以這個事情不能怪紅石智慧 不 我還是聽不太懂 你說台北市政府把一筆錢給紅會 那筆錢是九二一 我不曉得 是 我們不曉得是不是九二一 這個問川的在這裡 問川的 好像就是這一所捷北小學 就是說台北市政府把一筆錢 說是捐給 交給紅石智慧 去執行問川的重建 那麼這個問川的重建 指定用的是用在一個學校的重建 那麼紅石智慧應用這筆專款 已經把這個學校都蓋好了 也跟台北市政府做報告了 我所瞭解的 就是這一所捷北小學 您的說法是說台北市政府 把人家捐給九二一的錢 然後捐給紅會 然後指定紅會 必須去做在問川 這間國小的捐款 所以問題是出在台北市政府 而不是在同會 錢從哪裡來 但是郝龍斌是台北市長 然後郝龍斌又是紅石智慧的秘書長 他要指導吧 OK 這是一個問題 那行政費用真的要扣到十五趴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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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你給他抽十五個 好 我這邊都有 我們的給捐款人的財務報告 您看看我們的 有沒有行政會十五趴 從來沒有過 您剛剛有列了 一趴多 兩趴多 兩趴多 是不是 我們都有這個是我們給捐款人的報告 包括財務報告 所以這個都是以兒床 所以十五趴是 後來 後來我也百思不解 到底為十五趴從哪裡來的 可是連員工都自己講啊 員工真的是 是員工講 臺北分會離職員工 在零五年的時候 但是他是臺北市分會 又不是總會 OK 他說 他說你們總會行政花費 沒有啊 你現在馬上看 你現在馬上看 對 看我們的這個行政會 占多少比例 你馬上可以算 我們這是給捐款人的報告 後來我百思不解 終於 後來就想 是不是公益券募條例裡面 有規定說 你如果去募款 一千萬以內 你可以有百分之十五的成本 也就是說 你可以在一千萬的收入裡面 你可以有一百五十萬 當作成本來報價 你的合法成本 可以報到十五趴 可是洪會是佔了 我們沒有這樣子做嘛 你像說高雄氣爆 那是兩個電視系統 來幫洪市智慧募款的 那麼那些募款的成本 幾乎都是由電視公司付了 我們只是支付一些 是 志工的車馬費 或是說點心 當然志工是不收錢 但是我們有買一些點心等等 類似這樣 或者是一些交通費 所以我們不會說把 我記得有一筆是一百多萬吧 我們沒有說把那筆錢 電視公司付的錢 然後把它抱在我們的行政經費裡面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所謂的 外界也很多質疑 所謂的執行緩慢 或是撥款緩慢不足的問題 可是我請教一下黃律師 謝謝 感謝 不管是行政費用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那二十幾年前 大概也很難再去 所謂的到底是什麼 行政費用 剛剛王會長講的說 根本沒有什麼十五趴行政費 的種種問題 都是以而傳而 或者是說中保私囊 現在也看不出證據 王會長也談到說 如果民進黨政府真的認為 有貪污舞弊的事情的話 就趕快送檢調 然後把這些壞人通通抓起來 我想問的是說 對於洪會的這些指控 是不是空穴來風 我認為當然他有一些 有一些澄清 我認為是對的 就是說如果哪些東西 他傳的不是事實 就應該要澄清 但是洪會他遇到根源性的問題 就在於說他的內部的一個 包括理事會決定 就可以去募款等等 他會導致於外界無法去做監督 我今天來特別上衛福部的網站去查 剛剛王會長講說 都有上網 都有給會計師核對 結果你查下去 這個是衛福部的官網 有關於公益眷目條體管理系統 你搜尋紅石智慧 有出現紅石智慧 但是你看一下 他目一億一千萬 但是無需報布 這個是衛福部的官網 代表他剛才講的 並不是那麼確實 這是衛福部的官網 給我看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先把他講完 然後我覺得更荒謬的是說 有關於財務使用的情況 他募到多少錢呢 六億一千萬 募到六億一千萬 後面實質總支出零 後面全部的支出 人事費用全部是零 我們全臺灣哪一個公益團體 可以拿這樣的資料 去報給衛福部公益券目說 原來我今天募完款了 我募到六億多 但是我全部給你報零 沒有任何一個團體 你去查任何一個團體 你今天還可以上網去看 所有觀眾朋友 你現在上網上到衛福部 找公益券目系統的搜尋 搜尋中華民國紅石智慧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資料 所以剛才王總會長 他雖然很努力要去講說 他們都公開透明 但是你上網去查 官方認證的 我們不要看他們自己出的文宣 官方認證的這個資料 跟你說全部都是零 他們募了六億多 但是支出全部都是零 然後還跟你講 他說他們全部都有報布 結果衛福部跟你講什麼 無需報布 這個東西我認為說講話要把它兜籠 另外一個問題 回到人民團體法的問題 今天如果廢掉專法 剛剛王總會長講說 因為紅石智慧法裡面講到說 依照這個設立法人 民法的法人篇還在 你那個廢掉之後 就會法人不見嗎 我剛剛舉的例子 郵政總局組織法 在九十三年廢除 郵局在不在 還在嘛 他後面就用另外的法人形式存在 所以他不會因此而消滅 這是一個基本法律上的邏輯 再一個問題 剛剛講到說好像你沒有專法 就沒辦法跟國際接軌 就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 我再強調一次 雖然日本上有 但是英國 澳洲 荷蘭沒有專法 人家有用一些特殊的命令也好 但是人家不是法律位接在做處理 所以在法律上面 不是所有國家都用專法處理 不是法律位接 會長你先回應財務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再補充一件 剛剛會長講說 經過理事會的同意通過 好像國家就有監禮 因為裡面有一些官方代表 照這個邏輯所有關股的銀行 董事的公司 以後都不用跟金保 也不用跟金管會 也不用跟財政部 因為都有關股債 你幹嘛去申請一些核准 不用 你有關股債 等於國家同意 你有關股董事 所以照這個邏輯 其實在法律上說不通 會長還是總財務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衛福部的公布的 然後他這裡有活動 九十五年開始 然後九十六年結束 老實說我不曉得 有這樣一個案子 而且可能我在想 衛福部的恐怕是弄錯 我不曉得這個是什麼案子 所以你意思是貴福部 不是 我不曉得 公務員登載不實犯罪 我沒有這樣說 這個話現在是你說的 你講說不是這個事實嗎 因為 因為九十五年到底 什麼事情去募款 老實說我並不清楚 好不好 我這樣子 我回去瞭解一下 然後再跟你回報 那麼衛福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報告 老師說我也搞不清楚 說真的 我搞不清楚 但是會長我要請教 我跟您報告 我每三個月 依照衛福部的要求 我們任何的專案 這些專案 每一個專案 每三個月要把進度 還有財務報告 報到衛福部 那是非常清楚的 那麼為什麼九十五年 到底是什麼案子去募款 然後報到衛福部 然後衛福部說 這邊都支出都是零 所以所以這裡的話 我不曉得這個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這個是什麼案子 因為如果是說 欠募結果的報告的話 那麼欠募之後 大概只有成本的支出 沒有其他的支出 然後這裡是有些說 你實際募得的金額 我這樣直接請教會長 所以我並不需要去迴避任何 我沒有 我沒有意思 我沒有無意去迴避任何事情 我瞭解 我瞭解 真的 我也很清楚 這個是公益團體 必須一切都要公開 因為我們的錢 都是來自十方的 一定要對十方負責的 不管是九二一 不管是川正 不管是南亞海嘯 不管是日本的震災 不管是之前的高雄 乃至於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一連串的氣爆問題 所有募款的一筆一筆的所得 一筆一筆的支出 包括直接用在救災 以及行政人士 甚至有所謂的交際費用 等等的 通通都可以在網路上查到 對 我們會裡面 每一個專案 我們報到衛福部的專案 我們都會在我們網站上公布的 你到底要報到多細 我們現在大概報告的 就是說好 我哪一項硬體花多少錢 哪一項軟體花多少錢 我們的行政支出多少 那這些都是按照法律的 法令的規定來辦理的 如果認為這樣子還不夠的話 我建議政府 再去訂更嚴格的標準 然後大家一體適用 要訂定更嚴格的標準 就必須要讓 先讓紅十字會 回到了人民團理法 你去訂定嚴格的標準 他才能適用 否則他永遠 沒有這回事 否則他永遠都是四個字 無須抱佈 那是衛福部寫的 不是我們寫的嗎 他寫的這四個字 無須抱佈 就把一切都打掉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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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總會長 黃總會長 我覺得齁 在這個潔骨眼 結案被查文號 我要強調啦 我要強調就是說 在這個潔骨眼 我要講對不起 紅十字會 想要重生 這是一個他很好的一個機會 本來就活得好好的 而且是活得很健康 紅十字會 這幾年來被怎麼去定義 用三個字很難聽 把它叫做藍路虎 為什麼把它叫藍路虎 就是當高雄發生氣爆的時候 高雄市的社會局 開始公開了他們的一個募款 的一個帳號 結果隔一天換紅十字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也馬上開立了一個捐款的一個專戶 也開始募款 那為什麼紅十字會要在 高雄已經在募款了 為什麼不紅十字會 跳出來鼓勵大家捐給高雄市政府 他不是這樣做 他想要自己再開一個 自己再開一個後 這裡面有太大的誤會 有好多 也許有很多的很多誤會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從這樣一個一個的事件中 紅十字會他不斷的被消消費 被消費的一個結果 被消費一個結果 變得大家對紅十字會不相信 王會長本身也是學法律出身的 你應該都相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弊端 那要防止弊端 就是要透過外部的力量去監督 今天紅十字會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就是外部對他的監督力量太少 那像王會長一直很擔心說 沒有的專法會跑出很多機構 都打著紅十字會的名字出來募款 會不會讓募款的整個體系去亂掉 我沒有這樣講 好那沒關係 那我繼續講下去 我相信如果回到了人民團體法 任何人他想要打著紅十字會 有一個人他就成立了台北紅十字會 要出來申請募款公益券募的時候 衛福部會去審查 你這樣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臺灣已經有一個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 你又成立一個莫名其妙的台北紅十字會 這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認為把監督管理都回到政府的審查 對 把監督管理這一塊回到了政府 那這是紅十字會 可以重新得到大家信任的一個記憶 我想把焦點再拉回一個比較建設性 請請 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你說高雄氣爆高雄市政府開始募款 老實說經常國內發生有大災害發生的時候 民眾會主動捐給紅十字會 那麼那個時候我就要告訴人家說 我的副頭是幾號 就像說高雄氣爆的時候 兩個電視系統主動找我們來募款 不是我們主動去找他們 我們不是什麼難路 但是我們也可以扮演 我們也可以扮演說 去告訴這些人說 請你們捐給高雄市政府 我告訴你 人家民眾信任紅十字會 你就不要這樣子搞嘛 對不對 人家民眾要捐給誰 我們都尊重 但是沒有必要 每次都要跳出來說 我們沒有跳出來 來 關來 關來 我這裡身體一個專業 關來 您信領我 我告訴你 我把焦點換一個層面來討論 真的不是這樣子 我們可不可以 募款也是電視公司來主動來找我們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不要說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而是說 因為畢竟有那麼多的國家有紅會 儘管我們沒有辦法參加國際紅會 但是其他國家還是可以透過中華民國紅會 有一些實際的交流互動 如果我們讓紅會 不管是在監督管理財務報表等等的 都更為透明健全 而讓他具有所謂的比較重要特殊地位 極少部分但是有特殊的官方的性質 讓他一方面可以成為強而有力的公益團體 一方面可以讓他拓展臺灣的外交空間 是否可行 我們又回到所謂的遺休不遺廢 或是遺廢不遺休的這個爭執來看 許有明他說中華民國紅會 沒有獲得國際承認 國際重災發生的時候 反而因為特別地位可以所謂的 僅能以捐款提供援助 不像其他NGO靈活 所以反而是更綁手綁腳 人事長期遭政治介入等等的這些問題 段一康也說 人民團體法跟全部條例法令完備 而紅會從沒被國際紅會所承認 透過紅會法賦予特殊地位 也沒有必要 所以要回到人民團體法 蔡宇宇等立法委員也說 紅會具有國家法定公益團體的地位 可是完全不重視物資跟捐獻取得監督透明機制 長期有人事費用龐大酬庸等等疑慮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些問題或是這些質疑 是否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解決 之前國民黨的行政院說 避免會長無任期限制 會長以後要修成連任一次 那取消當然李建市政府指派的這個規定 還有呢要採取公益券目條例等立法修正 紅十字會券目運作的機制 王清風會長他也說 行政院提的草案版本跟紅會立場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要修 有些問題就把它修掉 紅十字會法宜修不宜廢 他也強調紅十字會沒有愧對中華民國 沒有愧對社會 沒有愧對捐款人 嚴守行政中立的原則 很多指控是只需烏有 是不實的 廢紅會法就是消滅紅費 紅會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會長 我們再去爭執外界的指控 其實有些是既定印象 也很難說一下子三十五刻把它扭轉過來 但是透過不管是很大的一個改革 讓紅會重拾部分 對他質疑的民眾的信心 是否可行 本來就是事實上我要跟您報告 像我們在八八的重建 我們得到了六七十萬筆的捐款 那四分之一是來自海外的 如果我們紅十字會 一點公信令都沒有 走完什麼都是黑箱作業 什麼都不公開不透明 誰要給我們捐款呢 紅十字會還能夠存活這麼久嗎 黃律師就 對不對 有質疑的部分把它修掉這樣子 然後你看我們給捐款人的報告 我們敢作假嗎 我們會去作假 我把財務都公佈給我們的捐款人 看看八八 我們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我們有偏心嗎 我們甚至可以有一個想法 因為紅會地位特殊 性質特殊 所以我們給他比一般團體更多的監督 透過修法 正常應該是更加監督 但是目前的紅十字會法裡面 監督是比一般公益團體還要低的 我剛才舉的例 理事會通過就可以去做募款 剛剛拿出衛服 拿衛服的資料 我認為現在他問題根源出在說 社會對他沒有信賴 那如果你還是用專法的形式 讓他繼續存在 人民的信賴度是如何去做想像 那不是說廢掉專法 不是說廢掉專法 就跟國際無法接軌 我剛才舉的例子 包括英國 澳洲 荷蘭也沒有專法 所以不是說拿到專法 這個組織就潰散 不是這樣的法律邏輯 我講過民法的法人篇還在 你不會拿掉之後 社團法人 松華民國紅十字會 所以我覺得你也是認為要把它廢掉 法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會提廢專法 就是認為說他不需要用一個帝王條款 把它框的 他會比慈濟 會比其他的人民團體還要的不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紅十字會 現在一直在強調說 他的特殊性 這些特殊性 不能用行政命令來解決嗎 不能用行政命令來授權紅十字會 你怎樣去使用日內瓦公約所賦予你的 這樣的一個標章 我們這都可以用行政命令解決 但是我們要去除掉他專法 就是要讓紅十字會 回歸到了人民團體法 受到跟人民團體法一樣的一個監督 會長 我要講的就是說這個法 事實上從一九零四年以來 是 那麼這些紅十字會 就是我們配開這些統獨議事 那麼都是依照特別的規章而成立的 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傳統 那麼剛剛這個法律師特別提到說 有些國家也不是用專法 是用特別命令 他的特別命令 就跟大陸法系的專法是一樣的意義的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既然已經有專法 我也講過 那個專法的意義在哪裡 是要凸顯說 我們這個政府 這個國家 要尊重遵守日內瓦公約 還有國際紅十字會運動的規章 然後呢 依照這個日內瓦公約 我們來成立紅十字會 然後他有一定的 依照這個公約 有的 應該執行的任務 那麼剛剛那個蔡委員提到說 可以用行政命令 來讓他可以使用這個標誌 但是日內瓦公約第一部公約 日內瓦公約第一部公約 就五十三條就規定了 你要用立法來保護 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保護的 那麼大家一直扯說 紅十字會是法律的一種 不是 不受任何的監督 這個是完全是子虛烏有 我要跟各位報告 紅十字會 做任何事情 一定是遵守法令的規章的 我們不敢有任何的預約 因為我們的錢真的是來自實話 紅會的主管機關是衛福部 內政部還有衛福部 OK 那麼這個我們怎麼做 都是要依照相關的法令規章 這個裝法沒有規定的 還是要依照人民團體法 依照公約券目條例 甚至於我們在選舉裡監視的時候 要根據人民團體的選舉罷免辦法來進行 沒有任何的預約 如果我們有任何違法的事情 其實老早就要被遺送花旦 如果我這個組織是這麼爛 我不會獨在這個組織裡面 我不希望把我的一生的親喻 然後這樣子埋葬在這個組織 因為這個組織 不是大家這樣說的 想的這個樣子的 所以委員大概7月會做個決定 對 我想大家都是希望紅十字會 可以更加茁壯 要這個茁壯的過程中 就是要大家要信任他 如何讓茁壯 請寫出扇子的扇 看外國人寫字好感動喔 羅維衛 你給我寫羅馬拼音 我會這個字 但是一到這裡來我就不會寫了 平時會寫 眼睛閉起來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 竟然是美國人 我根本不是美國人 他不是美國人 俄羅斯 一字千金榜中榜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想念你的胸 想念你的胸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白色 大家好 我也是秦小琪 你現在所收看的是 《滾石愛情故事》 記得一定要收看 《味道》這一集喔 大家好 我是下雨喬喬喬喬 非常開心這次能夠參與 《滾石愛情故事》的演出 那我參與演出的戲劇呢 叫做《味道》 《滾石愛情故事》 《滾石愛情故事》 台灣逐漸面臨老年化社會的問題 長情的告白 從五位照顧服務員的角度出發 走進被照顧者家庭 也貼近照顧服務員自身的家庭 透過影片讓更多人了解 居家照顧服務員這門行業 捐款一千元獲贈長情的告白DVD一套 詳情可掃描QR Code公視網站 迫播02-2633-2000轉9 看看服務員遼闊的加拿大 還有冰封世界的北極奇景 珍貴的生存寶典 蘊藏無限生機 每週六晚上八點 生態全紀錄 野性加拿大 就在公共電視 用微笑與活力陪您迎接嶄新的一天 更多國際視野更多在地連結 我是Stella 圖文成 我是Jeff 張家福 6月6號起公視早安新聞 期待與您相見 Good morning Taiwan brings you all that you need on local news and the world 你現在收看的是公共電視 支持屬於大家的電視台 一起看見更好的未來 去看見更多 leash 郭培靠 李宗蘭 既然配幼 體occ waking 真的 作詞 或許收音 延長 目前為止 sponsored 這集 北極